陈冠的家人们 今天上午到了这个环节 我们是否已经对建设团队 这个部分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概念 有吗 傅先生在精心地安排这个流程 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有机会 可以有条件 把从昨天进行到这个环节的 所有的这些部分 做一个回顾 做一个串联 每场大会 在之前 就像昨天我去问到 这场大会 我们每一位FC主办方 都给我们临时安排了一位秘书 我就问这位秘书小姐 黄小姐 我问她 我说这个大会 我们到目前为止 你们开始从启动 到今天呈现这个会议 大概有多长时间 她告诉我说 这个已经有超过半年的时间 各位已经超过六个月的时间 去呈现准备这场会议 那当然在这个会议当中 为了迎接来自于全球的城管家人的来到宝岛台湾 会议当中所筹备的最核心的部分 毫无疑问 就是流程内容和我们的会议的主旨 从昨天一开场 就有请孙东 我们的沈强FC 还有陆永居FC 三位做一个板块 为大家呈现一个 在互联网时代当中 如何运用消费商这个理念 以及分享经济 这样的一些学术的思想 经营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就给大家呈现了一个 要用清模式 简单去传播我们今天的案例的这样一个事业机会 然后接下来 就会有我们的李房之 李恩全 还有我们的林北纪 三位前辈 为大家呈现了幸福餐 摇一摇行男 摇一摇美女 再摇一摇上讲弦 所以各位 我们都知道 傅先生在经营安利事业的几十年当中 一向是以理念稳健 一向是以为全世界 包括我们亚大城的创办人家族 都以傅先生的经营理念为荣为傲 经营了几十年 有那么多的集点 那么多的武功 为什么在这一次 承贯全球家人的会议上 消费商幸福餐 让我们感觉到 好像这个来得如此的简单 如此的轻松 到了昨天晚上 这个就有一些变化 昨天晚上我们邱中国 黄冠大人所带领的团队 我们的前郡赵伯宇 还有我们来自泰国的年轻的FC 一起为大家呈现了 有关承贯这个系统的理念问题 我们的城镇 尊重 合作 独立 挑战 所以各位 这些就从最开始的 给了我们一个理念 到给了我们一个工具 到开始去 直到我们的大脑深处 我们去到了一个理念 建设的部分 而今天上午 我们就开始给大家呈现了 有关团队建设这个环节 上讲闲的过程 就是拉队伍的过程 上讲闲的过程 就是一个建设团队的过程 你今天心中有一个目标 我要做到安利的滴滴 你举的大旗 上面就是写的滴滴 你一定要拉出一个滴滴的团队 几十人的团队 你才有可能去做到一个稳健的滴滴 如果你今天的目标是一个钻石 你举起的大旗 就是一个钻石的大旗 你必须扯出一个钻石的团队 你的人数要过百 数百人 你才有可能去建立一个 稳健的扎实的钻石的团队 如果你今天的心中是一个FC 你举起的大旗 一定是一个FC的大旗 你必须拉起FC的队伍 建设FC的团队 所以各位 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的富贵民大姐 我相信在我讲之前 大家还不一定 没听过他的课的人 还不一定知道 这种平凡的朴俗的语言 朴素的行为 朴素的动作 是如何能够建立出一个 卓越的安利的事业 刚刚我们的胡志刚FC 年轻 沉稳 在他的语言当中 死磕自己 是一个很经典的话语 所以各位 在我们建设团队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到了今天这个部分 我们要建设一个属于自己的团队 那毫无疑问 一个团队的出现 外乎会有规模 也就是人数的部分 还有一个质量 就是人才的部分 如果一个团队没有规模 那这个团队可能 我们未来的发展就会乏力 当然我们这个团队 如果没有人才 作为股价的话 团队想迭代升级 再攀新高 就可能会出现了瓶颈 那接下来的 还有差不多 二三十分钟的时间 我结合我做安利二十年的这个历程 为大家再去分享一下 有关建设团队 这个部分的一些我的感悟 我的一些话题 那在经营安利二十年当中 在这个部分呢 我从最开始走进安利事业 我对安利的理解 我对安利的看法就是这样 在我做安利之前 我就认为我已经不缺钱了 那个时候二十几岁 我自己经营着自己的一家 纺织品的出口贸易公司 我的公司可以说是顺风顺水 也可以讲是如日中天 那个时候很年轻 然后当老总 当老板 当董事长 也有着非常丰厚的收入 提出安利 当然我会对安利 对我原来的企业 会有一个对比 安利 我喜欢安利的钱 只不过 我希望安利给我带来的是一份 不需要太多的努力 不承担太大的风险 也能够获取的那一份收入 我是带着这个部分来的 当然 我是学理工科的 我是学工科的 我的整体思维当中都是偏理性 就像今天这个板块 我们三个在一起碰课题的时候 我跟傅大姐碰课题的时候 包括跟胡志刚 我碰课题的时候 我发现我们三个在一起 性格有的时候是比较相近 也有些许的互补 我们三个没有一个人是那种 可以上来很有激情性 昨天的一天呈现的都是激情派 能量派 要把我们排到昨天去的话 那就砸场子了 那就完蛋了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办法去呈现那一个 那么我们三个人都偏理性这一块 在我经营安利事业当中 理性也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定位 所以我在了解安利事业的时候 我要那份稳定的收入 如何才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呢 那毫无疑问 就是要建立一个稳健的团队的架构 不仅要有人数 人才很重要 那接下来就是 什么叫安利的人才呢 所以 陈冠的四成四 父老爷也特地安排 这个部分是我们陈冠 这个国际网络的 最重要的一个财富之一 保障 我们陈冠有很多的财富 比如说我们的五星领导人 我们的天龙八部 我们的理念 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愿景 我们的系统 四成四 那我相信全台湾 全世界的陈冠人 都在运用着Fall by Fall 四成四 那对四成四的理解 就很重要 其实专利 没那么难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难 如果说有一点点难度的话 是懂安利 如果一个人懂安利 那做安利就没有那么难 就像我们的傅大姐 你从头到尾都会感觉到 他的推荐一定是没有难题 刚才在后场的时候 在后台 他在跟我讲 他说你知道吗 开始我最开始看到的 安利的那一套说明书 是推荐六个部门 那我一口气 我就怕有几个初六的 而用的北方的图画 滑掉的 那我就多推荐了几 我推荐了十个部门 为什么我能那么快地上红宝石 就是因为我宽 所以现在他对他的整个部门当中 也给所有的伙伴 给他们的建议都是 十个部门 打宽 上红宝石 那各位 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对这个团队 建设的部分 会有各自的一个理解 那么成冠的四成四 如果我们的理解是不对的 那做起来就会有一点难 那怎么样能够懂 其实懂安利 换一个角度来看 懂安利也没有那么难 相信安利有一点难 如果一个人相信安利了 懂安利就不难了 懂安利了 做安利没有难度 那如何去相信安利呢 如果说相信安利 如果要让相信安利也不难的话 相信自己最重要 一个人如果能够相信自己 我确信相信安利不难 一个人相信安利 懂安利不难 一个人懂安利 做安利不难 OK 相信自己 如何能够做到 真正的相信自己 在今天我很想跟大家去分享 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在加拿大 我的女儿也在美国读书 在加拿大 在美国 我看了一些高中 甚至有一些 高中都不到的一些院校 她设置这样的课程 她会教这些高中生 教这些孩子们 告诉他们 设置了一门他们的选修课 我认为这门课选的他们非常的了不起 就是让这群还没长大 快要长大的孩子们 学一堂选修课 叫做逻辑课 逻辑 今天我们来从事 安利事业的每一位伙伴 我们的效率都来自于 我们的速度 比如说我们的速度 要想做得快 就提高效率 要想提高效率 逻辑关系很重要 如果我们能明确逻辑关系 各位 那我们就非常容易相信 因为这个逻辑关系 而相信自己 因为因果关系 而相信安利 因为相信安利 而懂安利 因为懂安利 而绝对地能够提高效率 去做安利 所以各位 那如何建立一个正确的逻辑关系 我们就谈今天的四乘四 从我的角度来看 四乘四可能有三个关键点 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来认识 或者三个部分来理解 第一个部分 就是有关零到一的部分 如何建立一个优秀的自己 才有可能去扯大旗 拉队伍建设一个团队 安利是一个从头到尾的 做来做去做自己的事业 但是往往有非常多的安利人 为了获取快速的成功 他选择的不是做来做去做自己 而是搞来搞去搞别人 自助者天助 老地位是早就把武林秘笈 呈现给我们 所以各位 这是第一个部分 叫零到一的部分 等一下我会根据时间 跟大家去展开 呈现下这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四乘四当中 后一个部分 是如何从一到四 当你决定做安利 当你决定是一个领导人 当你决定呈现 出现在A60的时候 各位你如何从你变成四个伙伴 ABCD 我们说的Fall by Fall 一变四 这四个不仅仅是ABCD四个部门 还有备用的ABCD 还有再下来的ABCD 总之四个为一组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经理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翡翠 那么必须一气合成 一二三四个部门 非常多的人 在我的市场当中也是这样 他有足够的能力 足够的魄力 足够的勇气 足够的实力 去做到经理 但是一年 两年 三年 五年 八年 没有办法做到 就是因为 它的ABCD不是同步出现 存在着非常大的这种年代感 会令到这样带队伍的领导人 这个起手的难度会非常大 所以一次合成 一气合成非常重要 那除这个ABCD之外 如果你的目标是钻石 是六个部门 甚至以上的这个钻石 那一定在出现 第一组ABCD的同时 再出现第二组ABCD 甚至第三组ABCD 一个梯队 一个梯队的建设 人才除数量之外 还有一个梯队的部分 OK 那这是四乘四当中的 第二个关键点 如何从一变四 再接下来是 如何把四个组打升下去 分别建成为四乘四的这样一个团队 有四个翡翠部门的翡翠这样一个团队 我相信大家都会比较熟悉 我们的安利的基础奖金 九种十二项奖金 如果是四组翡翠的翡翠 这个人的实力 我相信会超过百分之五十 甚至六十的钻石的收入 它的稳健度在 就哪怕把它摆在钻石的团队当中 它一定都是名列前茅 所以各位 四乘四 是陈冠大系统 给我们呈现的一个 非常宝贵的一个商业模式 今天在商场当中 模式很重要 星巴克不是赢在咖啡 它的咖啡 完全谈不上 有多么好的味道 多么好的底蕴 多么好的文化 多么好的品质 它赢是赢在模式上 麦道楼依然是赢在模式上 今天互联网也是赢在模式上 尤其在中国 那么大的阿里 原创没有 研发没有 我们是赢在营运模式上 虽然成为中国市值最高的阿里也好 腾讯也好 模式很重要 那今天在我们成贯当中 我们早就有了属于我们的商业模式 OK 我们来谈一下就这三个部分 刚刚为大家谈到了 我是用江湖来开场 有人之处必有江湖 陈冠是一个江湖 安利更是一个江湖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英雄情节 这个舞台这么大 像刚刚 我是刚讲 他努力上讲前 是为了让发言 是为了让李FC认识他 他努力上讲前 是为了让有机会 能够见到傅先生 我在跟他沟通会议的时候 他也说他很兴奋 很激动接到傅先生的电话 跟他沟通这个话题 各位这个舞台这么大 我相信大家今天来了 各路英雄都有这个想法 登上舞台 让全城贯的人认识你 有这个想法吗 YES 所以各位 你该来 你应该来 未来会有一天 你也能够登上这个舞台 那么问题是 万丈高楼平地起 我们要去成为一个 优秀的卓越的领导人 当然四成四很棒 上钻石更棒 那这个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领导一的部分 如果把安利变成一个武功的话 我从小很喜欢武术 前辈们告诉我们 练武 不练功 到老 一场功 零到一 就是我们的根的部分 马步的部分 基础的部分 力量的部分 而专利 零到一 我们就拿成贯来讲 其实 成贯如果是一个企业的话 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卓越的企业 全世界的五百强企业的平均寿命 也不过是四十二年 中国的大企业 包括中型企业的 寿命叠加的那个中位数 也不过不到八年的时间 而成贯已经辉煌了四十多年 为什么可以辉煌四十多年 各位 一个企业最重要的 最了不起的 最有价值的 就在它无形的这个部分 所有大家不容易发现的部分 所有大家不重视的部分 恰恰有可能 就是这个企业辉煌的 最重要的原因 最重要的理由 我不知道这两天 大家是否有关注到 成贯的理念 成贯的使命 成贯的文化 到处都有宣传 不管是条幅 小企业还是标语 如何把我们培养成一个 优秀的领导人 领导一太重要了 如何建设领导一 当然毫无疑问 昨天的能力的部分 我们就谈得财 我们说的简单一点 把一个人变成一个领导人 外乎得财两个方面 得财兼备 何谓财 昨天我们所谈到的消费商 孙东作为版主 所谈到的一个消费商 回家 我们可不可以看一点 有关消费商的书呢 可不可以找一点 有关消费商的video 看一看呢 录像看一看呢 如果书也不爱看 录像也不爱看 你可不可以去找到一些 有关消费商的课 你去主动去听一听呢 各位 何为消费商 何为分享经济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不能够照猫画虎 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当你要碰到人才的时候 他问到的就是 我要知道究竟 所以各位 据我所知 今天在中国 到处都是消费商的书记 当然这个理论来自于美国 来自于20年前的美国人 提出的消费商原理 但是今天 已经有非常多的学者 不仅把消费商阐述清楚了 把分享经济阐述清楚了 而且今天中国政府 也非常关注分享经济 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 OK 这是一个部分 第二个环节 我们谈到了幸福餐 难道你回去 真的以为拿个杯子 摇一摇 你就像钻石了 各位 当然我们需要摇一摇 我们可以摇一摇 的确比较轻松 但是幸福餐 所推出的各位 无论是营养也好 幸福观念也好 经营自己也好 经营关系也好 经营家庭也好 经营朋友也好 有关跟幸福有关的话题 全世界 我昨天就听到那个幸福餐 我也是第一次 在这么大的场 第一次拿出杯子 来去摇这个幸福餐 那幸福餐 三位前辈一登场 我大脑当中 立刻连接着 回去 我要再一次去补课 在全世界有一堂课 是到目前为止 人类研究的最彻底 最详细的堂课 这堂课 超过一千人的研究 历时七十五年 就是哈佛大学的 一堂幸福课 全世界最牛的人 就是把自己经营的幸福的人 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人 不是大官的人 不是有钱的人 不是有名的人 也不是FA一千分 一万分的人 而是把自己经营的快乐 幸福的人 这是最牛的人 各位 那你既然谈幸福餐 各位 我们既然谈幸福餐 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家 也找一些有关幸福的书来看一看 找一些有关幸福的video来学一学 甚至 甚至可不可以花钱去听几堂有关幸福的课程 未来 我们要跟别人呈现 幸福餐 我们具有底牌 我们有底气 我们有底蕴 告诉大家 幸福这两个字 我可以跟你谈 三十分钟 六十分钟 两个小时 半天 一天 各位 当你那么耐人寻味的时候 就像胡志刚讲 蜜蜂蝴蝶 自然会来 所以各位 同样是建设自己 这是我所谓的 谈到了有关才华部分的 我们的深入 我们的挖掘 我们的自身建设 按理永远是 做来做去 做自己 但我认为 一个人的生意 如果做不稳 我不认为是才的问题 如果一个人的团队不稳 我更不认为是才华的问题 如果一个人的团队 不能长期的 有一群人才 在你身边的话 我更认为 这是我们的 德的部分的修为 还有所欠缺 一个人有德 你身边的人 是不但会变的 一个人有德 你身边的人才 会越来越多的 一个人有德 你身边的人才 会协助你 你的团队 会迭代升级 不断进取 各位 德很重要 德是巨人的 一个魂的部分 陈冠最牛的 就是这个部分 各位 我们都会知道 刚刚 刚刚下去休息的 胡志刚 傅先生给他的课程 听了他的故事之后 就认为 他有实力 他有资格 来去谈一谈 做一个新进的FG 去谈一谈 如何做好 自身建设的 各位 这个零到一的部分 如果我们能够去做到 德财 双修 你看看 陈冠给了我们这些 而每一次 傅先生 他和他分享的时候 他都会谈到 他有三个师傅 一个是 老DV 一个是老万路 还有一个是Dr.Jelly 他谈到了 这三个人 所给他所传承的 没有任何是 招数的问题 没有任何是 套路的问题 都是一些 理念 理念 能够把傅后监培养成为 全球最优秀的Leader 是因为理念 理念 理念 这是一些内功 就像刚刚 我们的傅大姐出场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 他出场是朴素的 离开也是朴素的 七天之后 你才会知道 他真的不朴素 所以各位 而这样的高手的内心深处 也是因为扎实的一个理念在 成冠的理念在 成冠有理念 安利也有理念 比如说我们要去找人才 我们去经营人才 那我到底是不是人才 我始终认为只有人才 咱能吸引人才 没有人才 愿意跟普通的人 愿意跟平庸之辈 长期待在一起 你可以吸引一个人才来 但很难吸引一个人才 长期跟你在一起 因此经营安利 建设团队的魂 基础的部分 根的部分 就是如何建设并开发自己 得才双修 安利 老地为师也告诉我们 人才的标准 我还记得很多年前 十几二十年前 我看过一本册子 这本册子是今天 我训练领导人的 最重要的理念的来源 这个册子谈 其中就谈到 安利人才的三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 就是他一定是一个 有梦想的人 二是一个有承诺的人 三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 具备着三条标准的人 我们一定要去穷追不舍的 去跟进他 推荐他 辅导他 因为他一定是可以做到钻石的 各位 不管是安利也罢 成贯也好 总之 一个人是否是领导人 我认为绝不仅仅是 他是什么奖钱 也不仅仅是 看他的生意 做得多快 做得多大 最重要的 是他的这个部分 是他的个人修为的部分 我就看到 成贯全中国 坐在前排的 无论是我们的 雷大哥也好 我们的邱FC 以及在场所有FC以上的领导人 钻石以上的领导人 能够经常在成贯大家庭当中 登台出现 业绩不断攀升的 毫无例外的 每一个人 都有着这样的一个共性 就是他们的品德修行是顶级的 OK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 就跟大家去谈一谈 有关我们的基本功的建设 就像一个大树的根的部分 当我们的根的部分 非常扎实的时候 我们才有能力 我们才有资格 我们才有可能向上成长到 能力到干的部分 到结构的部分 那一辨四如何开始 我相信刚刚我们的富大姐 已经完美地呈现了 如何把推荐进行到底 而且富大姐一再讲 我跟你们说一些掏心窝子的话 短短的半个小时 他掏了好几次的心出来 跟大家 所以他说 这真的是回到家里 跟家人去谈 谈一点绝活 所以各位 关于推荐这个部分 我相信把富大姐的课程 放到这个部分 一到四 大家应该会 已经开始有一些清晰的思路 刚刚我在后场 出来一位 我们的他是应该做到行政钻石 上厕所拿了水杯 跑到我面前说 哎 郭FC 这个课太棒了 这个富裕平 富大姐 真的是武林高手 EDCL 他就坐在场内在听 所以各位 我相信一个行政钻石 听安利的课 应该不止一堂 听陈冠的课 也不止一堂 但是我认为 今天大家去学到了 如何把推荐进行到底 这个部分 应该是我们大家的缘分 福分 就这个部分 应该再次感谢傅先生 请富大姐 来为我们大家呈现 朴素的 推荐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如何一变四呢 那就是推荐嘛 只不过在推荐的过程当中 我提醒一下大家 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部分 我也有这样的心路历程 我专利的第一个月 推荐了七个组 有六个做的 这六个组 就是后来 我专利的第三个月 是上了明珠 这六个组 当中有三个组 上了银章 我做了四年半 第一个月推荐了 剩下的六个组 全部做到滴滴 我就做到了钻石 在我上FC的时候 这六个组 全部做到了钻石 我就做到了FC 那就是第一次 第一个月推荐的 当我第二次 决定要上FC的时候 第二次启动 那个目标的上涨 也是源于第二次的推荐 包括今天 我又做了第三次的准备 这次我可能不再推荐五个 不再推荐十个了 既然做 就把这个人才池 把它放满 有的时候 我们要用的时候 那个池子并没有准备好 我们要时刻储备着 就像鱼池一样的 我需要的时候 捞一条上来用一下 需要的时候 捞一条上来用一样 千万不能 需要的时候一捞 这里面连个鱼苗都没有 所以这个储备 这个池子很重要 因此 一到四这个部分 我给大家的各位 英雄好汉 给大家各位家人的建议是 一定要 一个梯队 一个梯队的推荐 同一个时间段 一气合成 一个梯队 一个梯队 一推荐 就是一批 这四个人 当然也不是说 推荐四个 就能够有四个 我们的经验都是这样 可能你要出现四个 成贯的二十 乘二十 与四乘四 你的池子当中 如果有二十个 按照2080定律来讲 应该会有四个人 有可能成为领导人 你一定有二十个 这二十个人应该是 最起码是消费商 这二十个人 有可能是经销商 这二十个人 是我们不断地跟进辅导 邀约会议中心会议的二十个人 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让我们会在二十个人当中 去挑选出四个 就是第一个团队 叫做四乘四的第一个四 然后接下来 如果我有更大的目标 我还要弄一个小朋友团队 小的ABCD 还有次小的ABCD 再小的ABCD 当我们的人才的梯队建设的表格当中 有一个梯队 一个梯队 一个梯队 一个梯队的 富大姐刚刚也谈过 如果你有目标 没有人会认为推荐难 如果你没有目标 怎么推荐都难 我确信他讲的这句话是真理 所以各位 台上的我们前排的 和在座的所有的 钻石以及ABC上的领导人 我们都经历过 这个推荐的部分 没有这个部分 我们也不可能 做到这个位置上 所以各位 从一到四 这个部分很重要 在这里我还想去 回过来再谈一点点 从一到四 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具备一种能力 这个能力 在刚刚我所谈到的 零到一的部分 我没有谈到这块内容 我刚才谈到了 能力 才华与德行 大庭聚会 大一点的小的工作室的会议 再大一点中心会议 再大一点LRC 再大一点大型的 三百人的五百人的 一千人的五千人的 一万人的大会 我们的能力的提升 就是我们办会议水平的提升 而在会议当中 我们有非常多的角色 我们有灯光师 音响师 后台 业务 前厂 内厂 外厂 司仪 主讲 所有的位置 我们领导人应该都坐过 我坐过 我也坐过所有的位置 所以各位 如果 你要开拓出那么多的前排 你要出现 一二三四的领导人 我们必须要透过会议 举办会议的能力 非常重要 记住 从小开始 从家庭聚会开始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理念 学会小中见大 小中见大 小事做多了 做对了 做久了 就变成了大事情 安利 无大事 都是小事情 因此 要让我们出前排 要让我们出人才 要让我们打身 我们所运用的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会议的部分 因此 我相信 陈冠的领导人 在台湾也好 在中国大陆也好 在全世界毫无疑问 全安利的世界 安利的江湖 都会说 陈冠的能人最多 陈冠的领导人最多 陈冠的修雄最多 陈冠的才子最多 那么 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口碑 这不是我们自己讲自己 包括一些武林中的 其他的帮派 他们也都会认为 陈冠是一个最牛的帮派 最牛的一支团队 那 毫无疑问 这里边 我们的能力就来自于 我们的单兵 我们的会议水平 陈冠举办会议的水平 毫无疑问 不管我们在哪里 都会发现 我们的会议 甚至有的时候 比公司办的会议都好 对吗 OK 还有一个 最后一点 我要跟大家谈 当然0到1 是扎马步 你才能够有一个好的武功 马步很重要 接下来是1到4 是勤奋 就用到我们的 傅大姐所谈到了 推荐 以及我们胡志刚所谈到了 如何做好自身建设 那谈到4成4的发展 在安利的50年庆典的时候 那次我去参加了 傅先生在拉斯维加斯 举办的一个 钻石的一个 小型的培训会 在那场培训会上 有一个领导人 去问傅先生 那个领导人 是中国北方的 哪个城市我忘记了 他们互相一个问题 就是我离你比较远 我们这样的 应该如何发展 傅先生对这样的一个 一个问题给予了回答 一个城管的领导人 大概意思是这样 你是一个城管的领导人 你在山东 你在北方 你要发展 你要具备第一条 你要学会生存能力 生存 我没来 城管没来 团队没来 大队伍没来 你要学会生存 在生存中求发展 只有能生存的人 才能够四级准备要发展 那什么时候发展呢 就是大团队来的时候 所以生存是靠自己 而发展 有的时候 我们可以跟团队协作 可以跟团队合作 可以跟系统合作 所以各位 城管是个大家庭 城管是个大网络 城管是个大系统 每两年会有这样的大会 我相信 这个大会 你带来的人越多 回去 你的爆发力越强 各位 城管的大会 傅先生也好 雷大哥也好 邱皇冠也好 前排的这些FC领导人 我们都会不同程度地举办各种会议 当你练好了自己的基本功 扎实的基本功 然后你又宽宽地推荐出前排 作为得才 双修的这样的建设给你自己 以及你的伙伴 这个时候万事俱备 有的时候可能你真的没有能力去举办 一千人的 五千人的大会 团队来了 跟随领导人 追随团队 追随系统 把你自己 把你的前排 把你的团队 融入大环境 融入大系统 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发展的时机到了 各位 在我去 经营案例二十年 我也看了那么多的案例的网络 看了那么多案例的领导人 不是因为身在承冠 有的时候退出去 不带个人主观情感去看一下 承冠 毫无疑问 无论从傅先生个人来讲 还是承冠的领导集体来讲 以及承冠的精英理念来讲 毫无疑问 当之无愧 未来一定更加辉煌的团队 当属成冠 所以各位 我相信 这个江湖的舞台会越来越大 存在你我心中的那种英雄情节 会越来越浓烈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不同的英雄梦 这个舞台 是为在座的楼上的后面的这边的你而设定 这个舞台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承冠 大家庭的人都可以来 都希望来 都能来 我希望下一次 在承冠大家族的会议上 还能看到灿烂的你的笑容 更希望能够在这儿听到你的精彩的故事 我们为你喝彩 祝福所有的家人健康快乐